美国800万人失业 600万人无家可归 房贷者没办法继续支付房贷 房贷公司先后倒闭 各大投资银行宣布破产 房贷被抛售变到没有价格 这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 但是在这次危机当中 就有那么一个人 在这个危机当中 帮自己赚了一个亿 还帮他的投资者赚了七个亿 成为了金融界的这个传奇人物 这个人就是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Michael Burry的故事 因为上次的影片之后 大家都很想要听听他的故事 这里是我第一次做这类型的影片 喜欢的话 这个影片要按一个like哦 大家好 我是Spark 需要理财从这里开始 我的频道会分享各种精彩 有趣的理财故事和论知识 非常适合想要轻松学习理财从值的你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哦 Michael Burry在今年6月的时候有发言 让大家做好准备 现在也有可能会面对的这个 投机泡沫 如果你想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的话 可以开会期待这个影片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Michael Burry的故事 为什么他可以在危机中大获全胜 他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要如何避免成为下一波危机的受害者呢 我很喜欢Michael Burry的一点 就是他在做很多角色的时候 都不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是真的有做出了很多的功课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 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他的故事 来一起来学习 说到这个Michael Burry 在金融界创造了那么有历史性的一个人 你绝对想象不到 他的本科除了经济学 他竟然还是一个医生 在他毕业之后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是一名医生来的 他这个人就不喜欢和其他人交际 但是他对投资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只要有空闲的时候 他都会拿来研究金融市场 就这样他当了这个两年的医生之后 他在1996年 他就辞去了这个医生的工作 然后完全的投入在投资 然后当时就在一个叫做 Silicon Investor这个论坛 是投资者公开讨论这个股票的地方 他也在这个平台上面 把自己的想法 分享到那个论坛里面去 然后也展现了 他在选股这方面的这个天赋 这个时候Michael Burry 就已经收到了一些投资企业的注意 在2000年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Sion Capital 这个时候Michael Burry 已经是很厉害了 2001年 Sion Capital 跌了11.88% 他们公司看准了这个 互联网泡沫的这个出现 就做空科技股 反倒赚了这个55% 2002年的时候 Sion Capital 又跌了22.1% 可是他们公司投资的范 竟然上了16% 哇哦 2003年 市场终于好转 上了28.69% 这个时候啊 Silicon Capital 在Michael Burry的带领下 他的涨幅竟然是高到了50% 比市场的表现还要好 到了2014年的时候 Michael Burry 已经在管理着 高达6亿美金的资产 你看他 极厉害 别人在亏钱的时候 他在赚钱 然后别人赚钱的时候 他赚的又比别人多 你是不是在那边想 如果自己有他10%的能力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然而他在研究股市时 干什么 看YouTube吧 凭着他这样高超的技术 还有对这个市场的敏感度 他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 忽然把注意力 放到这个次贷危机的问题上面 那其实 讲突然也不是很突然啊 这件事情 他已经注意了 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 他看到这个市场的数据 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可以这样的呢 那什么是次级贷款 次级贷款 subprime lending 是有为那些 信用比较差的人所提供的贷款 如果你市场有 欠钱不还 或者是你的收入太低 没有任何存款的话 你的这个贷款信用就会比较低 因为银行会担心你借了钱之后 没办法还钱 这样这些人就会被纳入 信用差的这个储蓄里面了 这样讲的话 银行都知道这些人 是一群信用差的人 然后万一他们 借了钱还不起的话 那银行就是就 亏大钱了咯 银行有那么笨吗 那你讲到对啊 银行一点都笨 至少 那个时候看起来是这样 由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 还有这个200年的911事件 为了要维持这个经济增长 当时利率是处在一个 很低的一个状况 换句话讲说 利率低的话 大家消费能力就会提高 比起把钱放在银行 还不如拿去花掉 或者是拿来投资 买房就变成是一个 大部分人都在做的事情 也有很多的美国人 都有那么一个买房梦 所以这个时候买房 就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 但是讲到这里 银行就不是很开心了 这些人跟我借了那么多钱 假设 10年的贷款 我还要等上好几年才可以回本 我不甘心 所以银行就把所有人的 房屋贷款是吗 它就透过投资者的信用 将他们分类成 不同的等级的贷款 从最优质的3A 2A 1A 3B 2B 一直到最差金的1B 然后他们把这些贷款是吗 包装成一个新的产品 然后把这个证券化的贷款 卖给了投资银行 基金公司 发现公司 资产管理机构等等 这个就是 房贷证券化MBS的过程 简单来说 银行把这个MBS 卖给一些 资产管理机构 然后把那些拿到的钱是吗 又再借钱给其他人 去拿来买房 这样自己一毛钱都不出 又还可以赚到这个 中间的这个差价 这些资产管理的机构是吗 他们也很开心 因为他们还可以拿到这个 相对高的利息 比起购买这个国债 真的是这个 回酬真的是好太多了 就在这些金融机构 算我们打得很响的时候 问题来了 已经没有人买房了 那些有能力买房的人 基本上都贷款买房了 剩下的就是那些已经 没有什么能力 或者是信用程度比较差的人 但是 如果没有人贷款的话 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银行这个时候就放缓了这个贷款的条例 就算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借钱 所以一瞬间这个刺激贷款者就骗不了整个市场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 老百姓想的是房地产的市场那么好 反正率那么低 先买着先 到时真的还不起再卖掉就好咯 反正不亏的嘛 那金融机构想的是 现在房地产市场那么好 要是这些人不能把这个钱还给我的话 我也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赚钱 我也不亏吗 你觉得会亏吗 根本就是稳赚不赔的对吗 但是麦格玛丽就不是这么想的啦 如果大家都把买房当作是一个投资商品的时候 就必须要跟着这个市场的规则来运作 也就是市场的供应和需求 当需求很多 但是供应很少的时候 因为这个供应是有限量的 所以大家就会抢的想要有多 所以价格就会变高 但是当大家都有的时候 供应就变多了 没有人要的时候 价格就自然会下降 那当这些次贷贷款者 没办法继续还清这个贷款的时候 大家一起抛售这个物质的时候 就会形成供应过多的情况 房子就变到没有价值 而且他在研究这个房子证券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 有很多的这个刺激贷款者 没有能力继续还款的这个情况啦 麦格玛丽就这样评价 他对这个经济和市场分析的结果 做了一件 大家都觉得说他投资坏掉的事情 那就是 用CDS做空房贷市场 CDS简单来讲就要在一份保险那样 假设A跟银行贷款了100万 银行为了避免A还不起这个贷款 就在了B公司拿就担保啦 如果A忽然有一天不能继续还钱的话 那么B就要赔钱给银行 麦格玛丽买了这份保险 就是在对图绑贷市场破裂 也就是说 当这些刺激贷款者 没有能力继续还贷的情况下 这个市场就会崩盘崩溃 一旦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投行就必须要根据杠杆的倍数 来赔钱给他 他就觉得 他是不是烧坏头脑了 通常也觉得说他这个就是在 白白送钱 本来市场没有做空房贷的 这个金融工具 这个钱 不赚白不赚啊 为了他特地创造了这个金融工具 讲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 我很佩服麦格玛丽的原因就是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想了之后他还真的敢敢去做 市场没有台湖的东西 他就想办法去创造 反正就是要做到就对了 然后他也很大胆 虽然说他一直这个 房贷市场就要破裂了 但是老实说 什么时候破裂 其实也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并不是100%确定的 他就这样顶着投资者的这个压力 还有反对的声音 撑了两年 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 这个房贷市场开始破裂 房贷公司这个先后破产 兴致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局面 麦格玛丽就从中赚了这个 1个亿 别帮他的投资者赚了7个亿 在那之后 Sion Capital就关闭了 可能是因为承受太大的压力 然后元气大伤 他就要到这个 上山去闭关修链 你看他 5年过后 2013年 麦格玛丽就重新成立了 Sion Asset Management 一直到今天 听了麦格玛丽的故事 你说他 其实算不算在 赌博 我觉得 他是 但是他是聪明的在赌 他是有数据分析 有原因的在跟这个市场对赌 然后 他也算好风险跟回报比 确保说 回酬够大 他才赌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 我觉得麦格玛丽的故事里 大家可以拿来学习的价值就是 他那个 很有主见的投资策略 就算 全世界的想法和他不一样 在理财投资的大家 每个人都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一套策略 清楚整个投资策略的目的 在什么情况下 要有什么样的动作 而不是盲目的去跟着市场的风向 去行动啊 当然也不是说你跟全世界唱反调就是对的 你也一定要有你的理由来证明你的想法 不是随便便的这个唱反调 在理财投资的道路上 做好功课 做好策略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跟风 可以 虽然可以帮你赚到一点的钱 但是运气不好的话 就是赔了你所有的钱 今天 麦格玛丽就先后警告了这个投资者们 投机泡沫的来临 那这一次的泡沫 你们觉得 会是什么时候破裂呢 你的投资策略又是什么 那今天的影片 那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按一个赞 那如果这个赞够多的话 我就会多做这一类影片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再看YouTube吧